Yo 我是波子 繼續波子吃不夠 但你食物還不講夠 今天來到青衣城 看看有什麼好喝好吃 看到新開了兩間 一間是吃星賣印的 旁邊還有越南菜 到底好不好吃呢 波子為你吃 現在下位先 Let's go 有個小插曲 就聽到廚房水吧職員已經認得出我了 一聽到小波子小波子小波子的聲音 剛剛坐進來 看到菜式有三樣不同的菜式 環境坐得挺舒服的 不會說很擠 然後看到吊燈和裝飾很有民族氣氛 職員穿了一些傳統衣服 所以是有感覺的 看看剛剛下單的時候 員工也不記得菜式名字 都是I-LUMBER 可能因為新開 期待正式開的時候 他就會專業一點 可能是 先試爆打檸檬茶 不知道和外面的爆打檸檬茶有什麼分別呢 看到有兩種不同的檸檬 喝下去和平常的檸檬茶很不一樣 它沒那麼糖精 天然檸檬汁的酸味甜感 但茶味不是很濃 但也比外面的爆打檸檬茶好喝 差不多了 這個是KV3 喝多了 香麻爆打真的多了一條 很大條香麻在這裡 除了香麻味很香之外 對比剛剛的爆打檸檬茶 它是偏甜一點的 但香麻很香和檸檬一樣 是很新鮮天然的 然後喇沙就叫了馬來西亞的 檳城海鮮喇沙湯粉 它有為青檸和辣醬給你的 暫時看這個檳城喇沙的多足料 哇 湯也偏辣 湯底挺不錯的 雖然它偏辣一點 但它挺有椰香味 湯底也做得比較稠 吃的時候比較容易吃湯 粉來說也算爽口彈牙 不會煮到糊了 它的麵就像我們港式吃的油麵 再加粉 喜歡不喜歡一人二二 我自己就覺得挺不錯的 魚片也蠻滑的 還有彈牙 舊坡反而不太熟 魷魚圈是普通的 沒有吃到的新鮮 如果這碗檳城喇沙 100分我都會給75分 但缺點是 如果你是一個不吃辣的人 有點難起步 因為一開始已經是辣 你只能夠更加辣 加辣醬 你不能減辣 海鮮料比較大路 人人都吃的 但就欠缺一點特色 如果可以加蜆 或其他不同的海鮮 可能會令它更加好 加辣醬 好 OK 不錯 帶紙 除了魷魚之外可以加蜜魚仔 聽到看到那個 檳城喇沙的青口很髒 它還沒清乾淨的青口的餡料 喂 它的滋飲管又不行 吸不到東西 你真的嘩 你記得嗎 原來吸不到的原因是因為很大塊檸檬 打頭沙子給你油的滋油管 我怎樣吸到鮮草 不像有的味道 一樓 怎樣啊一樓 一彈才是 它像茶餐鏡熱奶茶 沒有加糖 變成凍飲 加了一些粉條 但沙子邊只有鮮草 奶加茶加鮮草就三色 原來底有糖漿 但不知為何攪拌都是這麼淡 糖漿是很難融化的 最慘是糖漿是抵的 鮮草也是抵的 雞子有骨 又轉不下去 我是有帶飲管的 但就為一間餐廳 是否要為自己的飲品 配備適合的飲管呢 所以就是在開啟 但我們就在心裡 在心裡 它的肉骨茶料看起來有很多 有豬肚 有豬腳 一致排骨 還有豆腐 它連爐和煲 我覺得它的份量應該適合兩人一起喝 它的湯底偏油 有點像老火湯的感覺 然後加了胡椒味 它的藥材味偏淡 沒有什麼藥材味 明明的菜單上有些藥材 很講究很厲害的 但怎樣喝下去沒什麼藥材味 以肉骨茶來說 它就很難給分 因為喝下去就不像肉骨茶那一回事 但如果以肉骨茶料給分 它有50分 因為它該有的東西也有 如果用來驅寒有胡椒味 但如果你真的想肉骨茶 正宗感覺 不是很感覺到 我感覺不到新加坡的感覺 明明可以說 料又是普通的 所以我明白為什麼它會給辣椒醬油 就是那些肉不夠味 沾來吃 它就不是煮炸的湯 吃點肉渣 吃點湯渣 吃完會爆爆滋滋 CAMMAN1號最好吃是這個 豬肉卷 還有炸豬肉卷 剛剛CAMMAN3號吃的時候 咬了一半 裡面好像有一點點紅色 不知道是色差問題 還是煮得不夠熟 我感覺沒完 外面炸得挺酥脆的 但咬進去就有很多馬蹄的味道 春捲加一點點豬肉碎 還有豬肉碎的口感 有點像山豬牛肉 真的滑滑滑滑的 不知道它是用了豬肉的脂肪位還是什麼 有雜跡肉的味道 剛剛吃過的味道也算不差 但你一定要蘸魚露 如果不蘸魚露就沒了味道 CAMMAN1號又說出炸燒不得知了 他說地獄串燒 很害怕 我真的沒吃過這麼甜味的沙尼 嘩 可能拜了一會 還冰冰的 我想它上碟的時候也不太熱 可能只是暖 然後沙尼汁也是冷的 新加坡或印尼串燒 沙尼應該是偏甜一點 很野味很香濃的沙尼味 但這個吃下去 好像蘸花生油的感覺 我吃不到沙尼味 純粹好像普通的雜肉串 然後灑了花生 就只有這樣 然後牛肉還要很多筋 很黏硬 接著咀味就咀完那顆牛 我正在咀嚼 這個不是freeze的畫面 很像牛 很像牛屎仔終於出來的 這家業真的是熟一下才吃的 我不熟了它認我不是很熟 天味做一些很熟的湯 它就好像一隻不熬電絲連的雞 嘩雞肉是粗糙的 一點都不滑 吃到尾巴吃到雞皮凝固了 好像啫喱狀的口感 都挺噁心的 平時我最喜歡吃海南雞飯的 新加坡的醬油 因為醬油很濃 甜甜的很香 但這個醬油完全沒有那種感覺 它做不到那種甜 或者野味 醬油完之後 是沒有好吃的 而且它的辣醬 只有一個稠 而且只有一個辣 它麵頭的飯已經乾了 你看看 變成飯焦 沒有錯 飯是… 乾得十年沒敷過面膜 會有曬蓬的味道 而它是雞油飯 裡面是有雞油味的 但不好吃的那種 就是它是分開做的 它是飯還飯 雞油還雞油 所以我吃下去就像是 吃著普通的沒有味道的飯 但就滲了雞油出來 我打包我的宵夜 再捱耳氣 KO它 不要浪費食物 再煎隔壁的那家越南的食物 吃了這麼多食物 吃完之後覺得不錯的 就是那個分成的 辣沙 肥他肉不茶 可能雞飯 是不宜置評 我希望它只是因為 商店開放 做得不太好 所以要改善一下 希望它之後會吃得更好吃 但暫時今集就這樣 記得訂閱 如果大家還想看 越南食物好不好吃 因為試試甜品 會不會有Fusion食物 都是那邊吃的 下集再見 拜拜 現在打爆線 買單651元 燃煤加1 剛剛才說 想挑選旁邊的越南 誰知它已經說 賣光了 沒得再試 可能剛剛開業 準備不太充足 所以希望下次可以招呼我 賣光了 沒得吃 我吃都沒得挑 如果大家吃過 覺得好吃不好吃 都可以留言說一下 下次再挑吧